新竹縣竹北發生疑似集體食物中毒案 有多名民眾都曾經先後到一處店家購買 越南法國麵包 吃完之後出現了嘔吐腹瀉等症狀 截至到今天下午 通報人數已經來到四十三人 衛生局稽查採驗 發現備餐環境有六項缺失 已經先勒令暫時停業 並且要求業者限期改善 小攤車蓋上帆布 店面鐵門也拉薩暫停業 新竹竹北一間市場商家 專賣越南法國麵包 但從二十四號下午開始 陸續有民眾吃了之後 出現嘔吐腹瀉等症狀 截至二十七日下午 通報人數已經來到四十三人 其中有十五人仍住院治療 六人留置急診室觀察中 主要症狀有發燒腹痛腹瀉頭暈嘔吐 在本院急診積極處理之後 病情都穩定 衛生局貨報後 也立即派人前往稽查 檢視廚房衛生 同時採檢現場的砧板鐵盤 以及廠內食材如越南火腿 奶油等採檢送宴 另外也採用附現民眾檢體 共八件送宴 檢驗結果最快兩週出爐 衛生局表示後續若復查不合格 將醫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可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兩億元以下罰還 至於是否為食物中毒 需等檢驗結果出爐 才能判定